不好意思 戴着眼镜的男子在捷运站里 频频道歉 边忙着划手机删照片 因为他被指控 涉嫌偷拍女子的大腿 影片被放上网 眼见民众一眼就认出 他是国发会副主委邱俊荣 过去我们很多的贸易是以中间财为主 那以中间财为主 就必须跟其他的供应链的国家做整合 在行政院会上提供产业投资意见 专业能力受各界肯定 邱俊荣曾任中央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和台经院副院长 现任国发会副主委 以及亚洲戏骨执行中心执行长 事后被偷拍的女子气不过 已经报警提告 旁边有一位女子跟她讲说 她刚刚被人偷拍 那之后有跟当事人讲之后 她就有现场要求她把相关的照片删除掉 事发在7日下午热闹的西门节运 22岁的陈欣女子发现被偷拍 立刻要求删除30多张照片 事件爆发后 邱俊荣紧急发出声明 强调是在打电话时 不小心拍到女子背影 造成误会跟伤害 深感抱歉也已经请辞获准 背影在法律上它是属于肖像权的一部分 它不是隐私权 那如果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只构成民法的195条 也就是需要给予他精神未复金 但是不会构成刑法的315-1的防案秘密罪 因为刑法的防案秘密罪 它只限偷拍他人的隐私部分 律师认为未来案件如果成立就得负起 民事赔偿责任 只是连拍30几张女子背影和大腿罩 是真无心之过 还是推卸之词 在司法官查明白前 邱俊荣就先丢了乌纱帽 环宇新闻将显东张哲豪台北报导